日本的疫情还是持续的在升温当中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一万两千例 东京在24号再增加了161人确诊 连续11天确诊人数超过100人 虽然日本在一个星期前 已经发布了全国性的紧急状态 很多的商店都关门了 不过俗称薄清哥的小钢珠店 还是照常营业 而且人流不减反增 恐怕会变成防疫缺口 不过这个薄清哥店有很多 都是有黑道背景 很多的店旅券不听 还是我行我素 大阪就在24号开出了第一枪 公告不配合的店家 也要民众不要上门 千叶县这家薄清哥店 因应疫情缩短营业时间 但早上十点不到 还是有大批民众跑来排队 进到店内民众一个个避邻而坐 完全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东京这家薄清哥也是顾客一个个上门 不过薄清哥店空间密闭 民众长时间坐在机台前又离得很近 很容易爆发群聚感染 民众怎么还敢来 业者说很多人因疫情失业 防疫期间又没其他地方可以去 只好来打小钢珠 所以店内人潮比起疫情之前不减反增 薄清哥店多半有黑道背景 日本当局再三劝导业者 但没有法律强制力 还是我行我素 就怕薄清哥店成为防疫破口 大阪府只好祭出强硬政策 公开不愿意配合防疫的店家 请民众别去 东京签业等县市也有许多家薄清哥店 还在营业 顾客也不少 东京签业当局也放话 再不乖乖关门停业 也要公布店家名称 王宇威编译 穆斯林一年一度的斋戒月 4月23号傍晚开始 不过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劝大家 直接地留在家里头祷告就好 倒是有国家像是巴基斯坦 这个管理就蛮松散的 政府并没有关闭清真寺 还让数百名的穆斯林集体祷告 没有戴口罩 靠得非常近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巴基斯坦的清真寺 挤满数百名虔诚的穆斯林 集体祷告 仔细一看 他们都没戴口罩 社交距离也不够 疫情肆虐期间 这样的群聚画面 令人心惊惊 长达一个月的斋戒月 清真寺恐怕会变温床 巴基斯坦政府呼吁民众 在家祷告 但宗教团体反对 所以政府不禁止民众到清真寺 但要戴口罩 保持两公尺的社交距离 不过是否能确实遵守是个问题 另外沙烏地阿拉伯已下令 关闭清真寺 但盛成麦家的清真寺 还是人潮汹涌 大家排排站 没戴口罩也靠得很近 不过拥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 则加强防疫 不但关闭清真寺 还规定不能在斋戒月返乡 埃及当局也不断宣导 信徒在家祈祷就好 一年一度的斋戒月 从4月23号傍晚开始 要一边防疫一边斋戒 对穆斯林来说都是第一次 要在防疫跟信仰之间取得平衡 对任何宗教都是一大考验 林一齐编译 地球现在按下了暂停键 反而让大自然可以喘口气了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最新数据 印度北部的空气品质大幅改善 空污达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准 那么美国因为汽车的排碳量减少 空污问题也跟着大大的缓解 鸟叫声悦耳 响亮 像在歌颂大自然变干净了 不只是鸟群 星星也跑出来庆祝 能看到如此美丽的星空 是因为空气变干净了 受到封城影响 许多国家的空气品质都变好了 像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过去总是灰蒙蒙一片 空污非常严重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蓝天白云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数据 印度的空气品质大大改善 空污达到20年来的最低值 不只是印度 美国的空污也减缓了 原本空污严重的洛杉矶一夕之间 变成全美最干净的城市 纽约市也因为车流量下滑 一氧化碳排放量锐减 比之前的平均值少了五成以上 NASA的数据也显示 美国东北部的二氧化氮浓度 比去年同期降了三成 另外法国巴黎的空气污染 也减少了将近五成 这波疫情反而让人有了机会 解决温室气体的问题 专家说如果只靠疫情期间的封城 是无法跟除空污问题 更担心解封之后 交通量暴增 工厂也复工 空污问题会大反弹 对地球造成更多伤害 林义奇编译 新冠肺炎大流行 很多的民众只能够取消原定的出游计划 待在家防疫 有人借机发挥创意 在家里头拍摄影片 模拟出国旅游的场景相当的逼真 谁说防疫期间没事做 西班牙工程师何雷洛 一早起床就换上全套装备 上山滑雪 但他可没违反禁足令 仔细看看他爬的这座山 其实是他家的床单 原来何雷洛 今年打算跟家人到法国滑雪 却因为疫情取消 他突发奇想 用床单模拟山峰跟山壁 自己在躺在地板上 做出爬山滑雪等动作 配上音秀后 录制成停格动画 看起来就像真的在户外滑雪 镜头转到荷兰 一名男子悠闲的喝香槟自拍 看飞机缓缓落地 没想到画面拉远才发现他根本还在家里 只是把洗衣间当作机舱 把滚通洗衣机的门当作窗户 再用平板电脑播放影片 假装是窗外风景 希腊知名电视主持人塔尼曼尼迪斯 也发挥创意 打扮成旅客 用家里的跑步机 当成机场电动步道跟行李转盘 还有这个冲浪客也脚痒 把蓝色床单变成蔚蓝大海 就在家里拿着冲浪板 又冲又滑 疫情期间 各国民众不能出国也不能旅行 靠着想象跟创造力苦中作乐 网语为编译 中国大陆现在掀起了网购主播风潮 北京前门从清朝末期到现在 走过167年风雨的老字号鞋店内连声 曾经写下中国商界的传奇 如今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 也从2月开始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翻身手工定制的高档传统布鞋 穿上之后特别的透气 这款鞋的鞋台也是非常大的 店员分工合作 有人当网购主播 有人当模特儿现场试穿 创新的销售模式 年轻人相当买单 大约七成的课程都在35岁以下 三月的业绩已经恢复到 去年同期的一半 就是社区型的这个门店 它每天的这个进店的客流 是很有限的 它可以就是通过线上 线上更多的去吸引这些新的用户 广州也从云端购物化为机为转机 开设直播带货一起上的课程 积极栽培一万名网红主播 希望三年之内打造成为直播电商之都 广州13行商圈的一家服饰店 外形亮丽的女店长变身网红主播 在抖音平台连续销售17个小时 就创造了单日500万台币的惊人业绩 然后不开播的时候粉丝就会过来问 然后就每天等我 这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有时候你会觉得 好辛苦想休息一天停不下来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中国第一季的GDP下滑了6.8% 创下几十年来最差的经济表现 实体店面门口罗雀 但网路直播平台却是人气强强棍 直播带货更创造了亮眼的宅经济商机 陈玉里边也 请不吝点赞订阅